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东南卫视记者向国防部发言人提问 把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军队传递给国际社会 美军单兵动力装甲即将实测 钢铁夹装备能否走进现实 在军用领域真正投入实战 恐怕还有一些技术问题要克服 俄军首次公开苏武器机身弹舱 八年争论终于水落石出 我们不得不佩服 俄罗斯为它的军工企业 对它的军火做广告的能力是一等一的 美国或暂停向土耳其交付F35 一军F35参与实战大刷存在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人是恩威并用 交辅并重 应该说它的主要目的 是要把土耳其拉回来 北风之神骑射布拉瓦 俄罗斯水下河大棒震撼亮相 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射布拉瓦导弹 说明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对美国本土进行报复性的核反击 俄海俄现在实际上从上世纪的70年代到现在 那么它已经30多岁了 那你这样的一个高龄 面对着目前俄罗斯海军的这种布拉瓦导弹 包括北风之神的强势的崛起 我想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金史专家陈虎 房冰 李立 杜文龙 为您深入解答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5月31号也就是本周四 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栏目组 首次派记者参加了本月的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并有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 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提问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相关情况 5月31号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笑 就中印关系 辽宁舰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等热点问题做出回应 也现场回答了 东南卫视记者的提问 在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道 4月下旬 习近平主席和印度总理莫迪 举行了非正式会晤 就开展务实合作和妥善处理分歧等 达成重要共识 请问近期中印两军 在防务安全领域将展开哪些合作 对此 任国强大笑在回答中透露 目前中印双方正在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 边防代表团 近期访问印度一事进行沟通协调 双方就各层级的设边交流和会晤 有助于切实加强中印边境地区的管控 有助于增进中印一线部队的互信 把两国领导人的有关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双方还就其他的合作交往项目保持着沟通协调 具体事宜我们会适时略发布 此外针对有记者提问 中国首艘航母是否已经形成战斗力 任国强表示 辽宁舰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这也是中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 辽宁舰已具备体系作战能力 辽宁舰入列以来 按照计划有序地组织了 包括远海作战运用演练 在内的一系列的综合演练 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 综合攻防体系的建立与保持 推动了航母编队训练 向远海作战运用的深化探索 可以说辽宁舰航母编队 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在记者会现场 东南卫视记者 现场就美国2019参年 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涉台问题 向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笑提问 本月24号美国联邦众议院 通过表结通过了 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要求强化台湾的军事实力 并呼吁遵循与台湾关系法 那么对此法案我方如何评价 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美国国会有关法案涉华条款 充满了冷战的零和思维 干涉中国内政 损坏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 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 该法案中涉华消极条款的严重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删除法案有关消极条款 慎重妥善处理的涉台问题 以实际行动 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的和平文明 接下来进入本期的军情 大家看 欢迎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陈虎老师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 在客观电影《钢铁侠》中 美国军火大亨托尼斯塔克 研制了一种刀枪不入力大无穷 还能自由在空中飞行的钢铁侠动力装甲 很多人认为那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实现的技术 但在现实中 一种可供单兵使用的动力装甲已经出现 不妨设想一下 在未来战场 一场钢铁侠之间的对决 会是什么样的震撼场景 最近在美军特种作战与工业界研讨会上 特种作战司令部采购主任吉姆史密斯表示 美军将在一年内 开始对安装有装甲的动力外补和系统 进行实兵测试 这套系统此前被称为战术突袭轻甲 由内衬 外骨骼 装甲 以及头盔构成 采用一系列最先进的科技和材料 防务新闻形容这种装饰 和超级英雄钢铁侠的动力装甲一样 能够让特种部队士兵 具备超越常人的作战能力 那陈火老师 山东太阳的网友小坤鹏就提问 这一套机械外骨骼 能不能让美国特种部队 像钢铁侠一样刀枪不入力大无穷呢 我们讲刀枪不入呢 实际上是基于冷兵器时代 古典文学的一种描述 但是在现代战场上 你要说任何一个装甲 能对抗所有的武器威胁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美军的这个 轻型的突袭装甲来说呢 它的防御程度应该说已经比较高了 它基本上呢 可以为你整个身体的90%以上的面积 提供防御步兵轻武器 炸弹破片这样的一些杀伤 这个防护能力已经远远高于 传统的钢盔和防弹衣 那么达到这个标准 这个防护力应该说已经相当惊人了 我们来看下一条 最近俄军首次公开了苏武器战机 最神秘的机身弹舱 一场持续八年的争论终于水落石出 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在国防部例行会议上 首次展示了苏武器战斗机 发射KH59MK2隐身巡航导弹的画面 俄国防部称 苏武器已经进行了新型多用途战术 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试验 这也扫清了外界长期对于苏武器 内置弹舱的诸多猜测 此前有观察人士指出 苏武器机身过于扁平 不足以布置内置弹舱 并不能算一款真正意义的 第四代隐身战机 那安徽合肥的网友 弹道板砖提问 苏武器明明有内置弹舱 为什么还隐藏这么久 是为了战略忽悠吗 如果说是战略忽悠也可以 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 俄罗斯为它的军工企业 为它的军火做广告的能力 是一等一的 实际上如果早早地 把这个弹舱公布出来 那么造成不了多大的轰动效应 毕竟别人都有 但是如果我把它捂着 本身就成为了一个话题 而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候 突然把它曝光出来 这样再次引起一个轰动效应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朝 最近美国核导弹部队 爆出惊天丑闻 掌管上百枚核导弹的美军士兵 竟然集体吸毒 最近美国核导弹部队爆出丑闻 负责掌握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的 第90战略导弹连队 有14名士兵 竟在2015和2016这两年中 长期传播和吸食毒品 如果不是其中一名士兵 不慎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露出马脚 恐怕美国军方的调查员 至今还要被蒙在鼓里 不过一名美国空军的发言人表示 士兵们的吸毒行为 都发生在下班时间 14名士兵中 并没有人因在执勤期间 课药被指控 殖民发言人还透露 美国空军也有多个检查机制 确保执勤的士兵 不处在毒品或酒精的影响下 内蒙赤锋的网友青荤问 将战略和力量交到吸毒的士兵手上 美国核武器真的安全吗 其实这种情况确实是 让全世界的人都会吓出一身浪汗 即使咱们不说吸毒这个问题 本身美军保有大量的核武器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不要相信美国人说 我的管理多么多么的严密 实际上你保有的数量越大 出问题的概率本身就越大 从历史上看 美国的核武器出现危机 出问题的情况 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次暴露出来的恐怕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也就是管理这些武器的人 他处在一个精神非正常的状态 这恐怕带来的隐患相当的重大 好的 感谢陈虎老师的精彩解答 接下来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机密 美国教廷向土耳其交付F35 国庆亲自为土耳其喊冤 不要拿信誉这个问题来约束美国人 美国人也从来不会因为信誉问题来约束自己 以色列高调炫耀F35首次参战 能否掩盖F35实战能力不独 也就是你这么强大 对方那么弱小 双方的不构成一个对等的较量的基本前提 那么你再炫耀的 我觉得这里面它是缺乏实战的意义的 这样在今后对外推敲过程中 它有实战卖点可以去采用 那么这点呢 应该是高情在以色列手中 一个派金光闪闪的广告牌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机密 今日由于土耳其 执意要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系统 美国众议院提出将搁置 向土耳其交付F35A战机 这导致本已恶化的美土关系 再度出现裂痕 土耳其方面对此表示 美国的举动不符合同盟精神 安卡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 有消息人士亨 如果美国拒顾提供F35 土耳其甚至可能会将俄罗斯的速器 作为替代选项 那么F35战机能否顺利交付土耳其 俄土达成的S400交易协议 还能保得住吗 在残酷的中中战场上 F35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军事专家 黄冰 李莉 杜文龙为您深入节目 据外媒近日报道 美众议院通过的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搁置了对土耳其出售F35战机的计划 此前有多名美国议员联名提案 怀疑土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走得太近 而且土耳其的战略决策 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有时还与美国利益形成鲜明冲突 议员们担心 一旦对其出售最新型的F35 恐怕将造成相关敏感信息外泄 对于美国与盟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24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 美国一直在努力说服土方 不要购买S400 因为该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 美方正向土方施加外交压力 并向他们推荐替代品 对此土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表示 有些美国议员将F35的出口 与土耳其采购S400联系起来 这是不同的问题 并且违反同盟精神 安卡拉可能就此采取报复措施 土耳其的强硬表态并非局限在口头 据俄媒报道 俄总统普京4月3号访问土耳其期间 与埃尔多安讨论了两国生化军事和技术交流方面的合作 其中就包括向土耳其提供苏-57战斗机的相关事宜 如果美国因土耳其购买S400事件禁止出售F35 土耳其很可能转而购买苏-57 杜老师 土耳其采购F35战机的计划 遭到某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对和阻挠 那么您认为 这项采购案会不会真的被搅黄了 土耳其除了购买苏-57 还会有哪些报复手段呢 按照2018年国防部授权法 目前的状态是搁置 并没有完全拒绝土耳其F35战斗机的销售方案 我个人认为被搅黄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F35战斗机名称不好 而且在研制过程中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如果土耳其空军放弃采购F35 军火公司很有可能由于F35 向土耳其销售的搁置或者是中断 而出现比较大的亏空 第二呢 比如说大量引进俄罗斯地面作战装备 不允有俄罗斯展开各种形式的联合演的行动 这样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 有可能会越来越远 出现背道而驰 奔道扬镳的现象 5月25号普京当着各国媒体的面 批评了美国以搁置出售F35来要挟土耳其放弃购买S400的行为 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成员 已经决定购买世界最先进的防空系统S400 那又怎样 这难道是犯罪吗 普京相信 土总统埃尔多安是不会屈服于美国的 他说据我所知 埃尔多安是个不吃硬的人 相反 这将会激励他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绝不妥协 此外 就土耳其采购苏武器一事 有土耳其媒体称 苏武器的价格相比美国F35战机要低一半 但也有俄罗斯专家表示 俄罗斯将做出相应决定来巩固和土耳其的战略关系 但只有当苏武器经过全面测试并列装俄军队后 俄罗斯才能向土耳其出口该款战机 李老师 美国试图通过扣押土耳其的F35 迫使其放弃与俄罗斯的S400导弹交易 那俄罗斯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主属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恐怕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 另外的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土耳其 因为当年土耳其它是作为第二个团队 整个加入到了F35的研发计划 而且为F35最初的研发是掏了钱的 也就是这个合同上 明确的土耳其为F35最初的研发掏了1.75亿美元 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初始的研发的伙伴国 那么最终交付的时候 我是第一批接收的对象 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定 所以我想呢 如果说美国真的就这次 因为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特殊的关系 就不交付 我觉得首先从合同上它面临违约 那么恐怕它有相关的发展 所以下一步呢 我觉得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 我觉得首先取决于土耳其的态度 所以土耳其呢 完全可以现在这个特殊的节点 我还可以更大规模地采购 俄罗斯的先进的装备 而这个呢 既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又是俄罗斯欢迎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土耳其呢 反而是一个左右逢源的阶段 实际上早在去年7月 就有一批联邦众议员 对已获批准的 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提出修改意见 要求暂停美图有关 F35战机的交付方案 他们还打算阻碍美国向土耳其 移交有关F35的 知识产权和技术数据 这意味着 原计划在土耳其境内设立的 F135发动机大修维护生产线 将无法运转 不过 也有一些议员反对这项动议 他们认为 禁止销售F35 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的伤害 会大于给土耳其带来的损害 因为 美国在欧洲 中东地区的大量军事行动 有赖于土耳其的支持 对土耳其采取制裁行动 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 目前 土耳其空军共拥有 232架 F16战机和数百架 F4E F5等二代战机 从综合作战实力来说 仅次于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 位居北约第三位 土耳其意向订购的F35A 数量高达120架 已经确认的订购数量为14架 如果这些F35能够顺利加入土空军 将使其拥有 中东地区最大的四代机器队 房老师 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同时 土耳其也是F35项目的重要参与国 那么美国连他的飞机都想扣押 这对自己的国际信誉会不会有影响 为F35开罪土耳其 美国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好的 我们首先说美国人的信誉 如果单纯从信誉这个角度来讲 我想对于美国是没有任何制约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上 美国人在信誉这个问题上 早已经是节操碎了一地了 别的不讲 前不久 大家看美国推出 伊朗核心意 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你说不认就不认 你就这一件事看出来 美国人还有信誉可言吗 不要拿信誉这个问题来约束美国人 美国人也从来不会因为信誉问题 来约束自己的 至于说美国人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 就要对土耳其如何如何 我觉得恰恰相反 不是说要借这个问题 要把土耳其彻底整死 他想通过某种敲打 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 美国轨道的土耳其从俄罗斯那边再拉回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人是恩威并用 脚腑并重 应该说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土耳其拉回来 而不是把土耳其彻底的推到俄罗斯那边去 当然这个中间的尺度拿捏 恐怕那就很考验美国人的功力 主持人 就在美国和土耳其为F35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在中东地区另一个国家的空军 却借着F35战机大出风头了一把 那就是以色列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色列空军在5月22号组织了 为期三天的高级别空军会议 多国空军派高官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 以空军司令阿米卡姆诺尔金少将宣称 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战中使用F35的国家 诺尔金展示了在黎巴嫩上空飞行的F35的图片 并表示 隐形战斗机没有参加最近对叙利亚的打击 而是在之前的两次攻击中使用 诺尔金表示 F35首次参与实战 也标志着以色列第三次成为 率先使用新型战机的国家 1979年 以色列飞行员率先使用F15 击落了叙利亚的一架米格21 1981年 以色列飞行员率先使用F16 击落了一架叙利亚的米8直升机 同年6月 以色列空军的8架F16和6架F15 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对于以色列的表态 西方媒体形容说 这是F35的一次完美实战秀 F35制造商美国洛马公司 也趁机做起了广告 洛马的执行副总裁爱德华兹说 我们研制这型战机 不是为了公平的战斗 而是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决定性的优势 他补充说 他听到以色列第一个使用F35进行作战时 并不感到惊讶 李老师 以色列的F35在叙利亚战场上首次参与了实战 既炫耀了以军的强大 又替美国F35项目做了一次免费广告 但是这种势强凌弱的做法 能证明F35的性能先进吗 我觉得我们要 关键是怎么看待这一次 以色列关于F35的这个首次实战化的运用 包括最初的F15的第一次运用 F16的首次实战化运用 那么包括这次F35 我觉得这个是以色列它作为国家的这样一个形象 它所追求的 但是这次我觉得所谓这个噱头 就是在真正投入到实战以后 当时没有讲 反过来在一个其他的场合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首先就表明 这种实战化的运用它是探索性的 并不具备大规模的条件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一架试探性的进入到对方的领空 那么另外就是这次在5月10号 它是进入到叙利亚的五个防空基地 这是后来以色列军方公布的 而这五个基地装备的全是一世的老旧的S20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本身它不具备对抗的条件 也就是你这么强大 对方那么弱小 双方的不构成一个对等的较量的基本前提 那么你再炫耀的 我觉得这里面它是缺乏实战的意义的 随着乙军将F35投入到叙利亚战场 俄罗斯部署在叙利亚的S400防空体系 A50预警机苏35战斗机相遇的机会正在增加 未来F35的作战表现恐怕才更关键 好的 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俄罗斯战略核潜艇开展水下导弹 骑射试验的相关情况 北风之神骑射四枚战略导弹 展示强大核威射能力 如按照四枚布拉瓦导弹 各种弹头的毁伤当量去计算 等于一次把160个广岛的毁伤能力 全部可以送达美国本土 新型核潜艇不断入异 水将主宰未来水下战场 总体军事实力在跟对手进行全面抗衡 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 它只能是一招先吃变天 只能是一箭封喉 所以现在的美国一方面 它实际上要推出它的新一代的 就是未来的潜艇的造舰计划 这个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哥伦比亚纪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近日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进行了一次布拉瓦战略导弹室下旗舍 四枚导弹从白海海域发射 经过5800多公里的飞行 成功命中位于远中地区的克拉瓦 俄军表示此次试射 验证了北风之神和布拉瓦的 良好战备程度 另据俄军工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 北风道船场将在2023年后 再建造六艘改进型 北风之神A级潜艇 使俄军战略核潜艇总数 与美国海军持平 作为未来俄海军战略核潜艇部队的支柱 北风之神有什么样的打击能力 随着战略核潜艇舰队日趋老化 新一代的北风之神 能否在未来扛起俄水下核力量的大旗 美俄下一代战略核潜艇研发 将继启动 水下核力量的平衡 是否会被打破呢 据俄北方舰队司令部近日公布 尤里多尔哥鲁基号战略核潜艇 成功骑射了四枚布拉瓦 潜射洲际导弹 导弹从白海海域发射 在飞行5800公里后 准确命中科拉导弹靶场上的目标 公告称 本次试射检验了 北风之神级潜艇和导弹的 技战术性能与可靠性 这也是俄军首次从新型战略核潜艇上 进行多枚导弹的骑射试验 据介绍 四枚布拉瓦导弹可以携带24枚核弹头 总威力相当于240万吨TNT炸药 相当于160颗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 在实战中 这次骑射可一次性摧毁24个战略目标 不过 这次并非俄罗斯战略核潜艇 最强大的一次火力战事 在冷战时期 为了威慑潜在对手 苏联也曾使用德尔塔4型核潜艇 进行代号为核马行动的试验 在水下骑射了潜艇上配备的 全部16枚R29导弹 此次试验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一次性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记录 与前辈相比 布拉瓦的试射记录不太理想 在此前进行的26次试射中 有9次失败 3次部分失败 如此高的失败率 在各国潜射导弹的测试记录中 并不多见 北风之神级本次骑射4枚布拉瓦导弹 场面十分壮观 杜老师 战略核潜艇骑射弹道导弹 有什么样的实战意义呢 战略导弹核潜艇 骑射导弹 说明实战能力已经形成 之前布拉瓦导弹 和北风之神的组合关系 美国人高度不认可 说在20次的试射中 只有两次上空 按照美国的标准 其他18次的试射全部失败 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 连续发射布拉瓦导弹 说明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对美国本土进行 报复性的核反击 而且从发射的场景 以及技术的基本路线来看 没有出现美国想看到的问题 也没有出现美国想看到的阳相 说明这种海基战略打击能力 已经形成作战能力 如果按照四枚布拉瓦导弹 各种弹头的毁伤当量去计算 等于一次把160个广岛的 毁伤能力全部可以送达美国本土 对美国本土的重要目标 会产生严重的威慑和毁伤功能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 即便把克林姆林宫卖掉 也要及时造出新一代的核潜艇 因为这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 作为苏联解体后 目前俄罗斯研制的唯一战略核潜艇 北风之神级被视为 俄罗斯维持战略平衡 重塑大国形象 强有力的保障 战略核潜艇的老话语退役 使得俄罗斯核威慑能力大打折扣 迄今为止 俄海基战略核力量的主力 仍是九艘冷战时期的 德尔塔级核潜艇 此外 俄海军还有一艘台风级核潜艇 它是目前世界潜艇吨位记录保持者 它的满载排水量达4.8万吨 超越了法国戴高乐级核动力航母 艇上甚至配备了游泳池和健身房 但由于其装备的R-39型导弹已经停产 使得台风无法执行战备值班任务 为解决战略核潜艇老化过时的问题 俄海军在1996年 开工建造了新一代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该艇全长170米 全宽13.5米 水价最大航速达30节 满载排水量2.4万吨 仅为台风级一半 但北风之神却搭载了与台风级相同的 OK650型核反应堆 在机动性 隐蔽性 与自动化程度方面更为出色 造价也更加低廉 综合作战效能超越台风级 去年北风之神A首艇举行下水仪式 该艇是北风之神级4号艇 相比前三艘进行了不少技术改进 增强了潜艇的静音水平与态势感知能力 俄消息人士表示 将在2023年后增建6艘北风之神A级潜艇 以完全取代老旧的德尔塔级 按计划 俄海军将拥有14艘北风之神核潜艇 从而在战略核潜艇数量上与美国海军持平 那在北风之神级之前 苏联已经成功建造出了台风级 这款史上最大的核潜艇 并且进入服役 那么房老师 俄罗斯为何要放弃台风级 重新研发异形战略核潜艇呢 台风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无论是排水量 载弹量 还是导弹的打击威力 应该说都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这样一个身份 为什么俄罗斯把它放弃 我想恐怕也是一个问来的角色 现在台风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目前的俄罗斯手里 千顷地里一根苗 就这么一条艇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挺老无弹 挺老 这个艇确实很老 以前苏联后期研发开始列装的 到现在大家掰手指头算算 那几十年过去了 如果不加以改进 或者说不出新的型号的话 这个艇很难用下去 更要命的是无弹 它配的那个潜射的战略导弹 核潜艇那个配的 配的那个潜射战略导弹 这个弹已经难以为继 已经不能再生产 更不要讲列入战备之般状态了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困境 大家想想看 俄罗斯它不搞新的艇 又怎么办呢 只能是艇也换 弹也换 这才是这个前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拼了老命 我把其他东西都放弃 我也一定要把新一代的 北风之神级 战略导弹核潜艇把它搞出来 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所在 那么俄罗斯的普京总统 曾经有一句名言 我就是把克里姆林公卖了 我要把战略导弹核潜艇搞出来 从中你也不难看出 俄罗斯即便在国力军力 极为衰弱的情况下 那么战略核武器 特别是作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水下的战略核武器 在它大国战略中 这种不可一世的 或者说不可替代的 这种核心地位 那在当前俄罗斯经济下滑 军费不断削减的情况下 俄海军仍然全力在打造 能够匹敌美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部队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我觉得俄罗斯的考虑 其实非常非常明确 那就是在总体国力 包括总体军事实力 在跟对手进行全面抗衡 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 它只能是一招先吃变天 只能是一箭封喉 大家想想看 大国博弈之间 什么东西才能够做到一箭封喉 我说先说的可以先说的 没有别的 战略核武器 只有这一手 前不久 在这个过去几年的叙利亚内战的过程中 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上 跟美国包括跟北约掰手腕的过程中 甚至再往前 在克里米亚危机 在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 在跟北约掰手腕的过程中 它为什么还能掰得下来 它靠的是什么 靠了唯一的一手 就是一箭封喉的战略核武器 而战略核武器 大家知道 俄罗斯传统的强项 是陆上的战略核武器 而水下的 作为第二次核打击这样的 战略导弹核潜体 也是俄罗斯下一步要重点发展 因为这个东西 它可以解决一个 以致带量的问题 否则你路上要部署战略导弹 这个要跟美国达到这样一个 等量的这样一个对等威慑 它部署的数量相对来讲比较大 那么以后不断的退役更新的过程中 以俄罗斯的国力 它承担起来压力就会很大 而水下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我们觉得它是效率最高的 而且也是最具备威慑能力的 这样一个核打击力量 作为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恰恰是可能相对来讲 是比较经济的一个发展思路 目前世界上已经服役的 战略核潜艇之中 性能最为先进的 当属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 与美国的俄亥俄级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核潜艇之王 目前美国海军战略核潜艇的主力 为14艘俄亥俄级核潜艇 该机艇满载排水量 18750吨 虽然俄亥俄级排水量 低于北风之神级 但其搭载的三叉级2弹道导弹 却达24枚 比北风之神多出50% 在打击能力方面 三叉级2可携带 8个10万吨级核弹头 最大射程12000公里 原概率误差仅为90米 且具备极高的可靠性 与美国海军相比 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 打击能力仍然有待提高 目前俄海军现役的 9艘德尔塔集合潜艇 全部采用R29系列 液体燃料弹道导弹 由于液态燃料 一燃一爆 使得导弹的维护 与保养十分复杂 目前许多导弹 已经处在超级服役的状态 一旦发生事故 将沉重打击 俄军的水下和力量 因此 俄罗斯在建造 北风之神集合潜艇时 为其研制了 R30型布拉瓦前射导弹 布拉瓦导弹 改为使用白洋导弹的 固体燃料技术 由于新技术采用过多 布拉瓦从首发试射 到列装 用了九年之久 在装备部队后 也经历了多次试射失败 甚至有俄专家称 对俄罗斯海军来说 布拉瓦比敌人更危险 但该导弹的装备 使俄军终于有了一款 堪用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俄海军对北风之神 级核潜艇寄予厚望 该级潜艇的服役 是否能够挑战美国海军 在战略核潜艇方面的领先地位呢 李老师 应该说北风之神 最初的这样一个研发 包括最初的这种大规模的装备 本身就是应对 美俄在海基核力量方面的差距 这是当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决心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美国的俄海俄 虽然当时曾经号称 当代潜艇之王 有着连续试射不败的记录 因为我们知道 它所装备的三叉戟 如果截止到目前的试射 大约已经突破了160次 连续成功发射 没有失败记录 这个恐怕是世界其他国家 没有办法比拟的 但是所有的装备 你再先进 它有报废 有老化的一天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俄海俄现在 实际上从上世纪的 七十年代到现在 那么它已经三十多岁了 那你这样的一个高领 面对着目前俄罗斯海军的 这种布拉瓦导弹 包括北风之神的强势的崛起 我想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所以现在美国 那一方面它实际上 要推出它的新一代的 就是未来的这个潜艇的造舰计划 这个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哥伦比亚级 在俄罗斯海军加紧 建造北风之神级潜艇的同时 美国披露了下一代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消息 该型潜艇将用于取代 目前的俄海俄级 那么哥伦比亚级的出现 又将给俄海军 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据媒体报道 美国新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项目进展顺利 已于今年年初 进入详细设计阶段 并将签署首批建造合同 计划于2021财年开工 2031财年开始战备值班 全部12艘将于2039年建造完毕 它将服役至2085年之后 是名副其实的 21世纪战略导弹核潜艇 无独有偶 俄海军司令在出席第四艘 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下水仪式时宣布 俄海军第五代 哈斯基级多用途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将在2018年底前完成 消息一出 顿时引发了许多网友们的热议 据参与研发的孔雀石设计局透露 新型核潜艇将是战略导弹核潜艇 和攻击型核潜艇的结合体 换言之 哈斯基级既有可能具备发射 潜射洲际导弹的能力 也能发射巡航导弹进行常规打击 北风乍起 哈斯基又将至 美俄新一代战略核潜艇 未来也许又将在大洋深处 展开新一轮角逐 当前美俄两国新一代的战略核潜艇的 研发军已提倡日程 那黄老师 下一代核潜艇与现役型号相比 在技术上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吗 下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 现在如果说以我们能够看到的 或者能够摸到影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些型号来看 应该说跟现在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相比 我个人感觉不能说有革命性的变化 虽然它可能有很多技术 你比如说反应队的技术 你比如说这个螺旋桨的技术 推进的技术 包括噪音的技术 包括新的艇配新的弹 包括这个合尝兼备的这些能力 可能都会有一些重大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那种革命性的变化 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你比如说美国的下一代 哥伦比亚籍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它跟现在的俄海俄籍相比 应该说在技术上没有革命性的变化 只不过挺更新了 技术更先进了 各种这个配套的装置可能更好一些 那么现在俄罗斯其实搞的 它所谓的北风之神级的下一代 应该说大概也是这样一个路径 但是它能不能搞出来 什么时候能搞出来 是不是真像他所说的 2018年就要完成研发 我们现在还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 感谢老师的精彩解答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东南军情 聚焦军事新闻 关注创业资讯 感谢3158创业信息网的大力支持 也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东南军情 下周见